健康好生活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台湾这几年卖的最好的保健品 听说就叫做险金 可是你知道吗 传统上古早时代 阿嬷都是直接买这样的险 来做相关的保肝饮品 可是在台湾因为养殖渔业 跟这一个澎湖马祖的海域 非常的发达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 可以买到这样的蛤蜊 那有的时候像台湾 这些牛奶格 马蹄格 这个也是非常鲜美好吃的 不过像这样的带壳的贝类的海鲜 怎么料理中西方是不大一样 而且它的前置流程也不大一样 像我手上这样的淡菜 据说是马祖过来的 这个马祖过来的淡菜 很多人是不大会处理 淡菜的前置流程的 那这些贝类的海鲜 到底要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我们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依依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首先有医生好朋友 刘伯文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拉大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 潘伟祥师傅 哈啰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今天的贝类海鲜的好朋友 吴瑞宗 瑞宗大哥 大家好 好 我问一下树青 台湾雨产很丰富 有一部分是养殖鱼业 那有一部分是新鲜的澎湖马祖 也有一些贝类的海鲜 那当然啦 有一些男生看到这种贝类啊 或者蛤类啊 就老觉得要吃生蚝来的 是 这种贝类啊 我发现啊 大小孩差很多 然后呢 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养殖 跟不同的渔获 那基本上啊 它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台湾人吃这些贝类海鲜啊 当然是营养健康的好选择 对 真的 台湾人真的很爱吃海鲜 可能跟我们四面环海 还有我们养殖技术 实在太厉害了 过去曾经有统计说 台湾人吃海鲜的平均量 是一般全世界平均的1.9倍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吃有多多 可是很妙 我们吃很多 但我们不一定会吃 因为到现在很多人 还是老啊跟他骂 傻傻分不清楚 到底什么是险 什么是葛 到底要怎么选呢 多数人都搞不清楚 而且虽然搞不清楚 他真的很会吃 你知道吗 之前有一个饭店业者 办一个活动啊 那个活动就让他家 那个海胆跟生蚝吃到饱 这两个都是台湾人非常爱 因为是一般认为 第一个他生蒙海鲜之外 又觉得他是高价的海鲜 所以一去到饭店就吃到饱 那那个业者本来打算说 一天了不起吃个一千多个 结果完全错估了 他们那个厨师都完全来不及 因为五天 他们总共吃掉将近 一万两千颗的生蚝跟海胆 他们有算过 光是五天这样一个饭店 推的活动啊 堆起来啊 这些壳可以堆成两座101 所以就知道 对 你知道台湾人有多会吃 可是问题是 这些东西其实你要会选 否则第一个你可能会吃到 比如说酸洗过的隔 或者你可能会吃到一些 甚至它可能是有 重金属累积的东西 所以要怎么选怎么吃 今天这些专家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真的 而且 拿尔跟蛤蟆 傻傻分不清了 今天要一次搞清楚 不过这个 请教一下刘医师 拿尔蛤蟆蛋菜会傻傻分不清 都是因为他们带壳 而且他们都叫贝类 那贝类其实 他们都是海鲜类的 优质蛋白质之一嘛 没错 你贝类 不管你拿尔蛤蟆分不清 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 它在我们营养分类来讲 豆蛋鱼肉类 它属于蛋白质之一类 蛋白质 对 没错 我们现在带来人摄取蛋白质 有的时候会太少 像我们成长中的小朋友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说 蛋白质要多一点 有的时候我们 就是一公斤体重要一克的话 那我们又建立小朋友 有的时候 我们多次也是贝类 为什么 除了蛋白质以外 它热量其实是 它油脂量不高 热量不是非常的多 而且很重要 它有很多的矿物质 包括什么 我们钙跟铁 那钙跟铁来讲 我们在成长小朋友 当然牙齿跟骨骼的发育 都非常重要 铁来讲的话 如果说尤其在我们在青春女生 她有时候铁摄取不够的话 她会容易怎么样 会容易贫义血 缺点性贫义血 然后我们在成人来讲 譬如说我们在 有些癌症病人体质来讲 它很容易也缺铁 那还有很重要 其实最重要里面叫微量元素 很多观众朋友听过 叫微量元素 什么微量元素呢 它里面包括什么 心啦 锡啦 硫啦 铜啦 等等这些东西 各都叫微量元素 这个听起来不是壮扬 就是看来的 对 但也没有这么的复杂 也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微量元素 每个东西来讲 它有它不同的功能 譬如说这里面来讲 我们常讲抗癌的这个元素 微量元素C 这个C元素来讲 它可以在我们肝脏来讲 它这个我们解读酵素 是有帮助的 我们很多的抗氧化的酵素 我们抗酸的酵素 里面的SOD 都需要C这个元素 OK 我们造血元素来讲 除了我们像铁以外 最重要是铜 我们很多人铜 其实摄取不够的造型 这个造型贫血的问题 大家忽略掉 我们背的里面有很部分的铜 还有妙的 它有一个叫个 个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我们在糖尿病 改善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胰岛素素敏感性 需要个 有的时候我们在 摄像摄取贝类里面 它的这个蛋白质有 而且有含个 对改善二型糖尿病 也是有帮助的 更有意思 里面我们常讲说 你要减重 吃点贝类 为什么 含有点 我们现在国人来 其实我们常讲一句话 50%的缺点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觉得 以前不要再多含点的东西 会甲酸性功能抗净 事实上 现在内分泌科的韩比斯认为 其实我们国人缺点 确实还蛮严重的 缺点的情况 会造成什么东西 我们的新人代谢素领会下降 然后你会容易肥胖 所以适当摄取的贝类来讲 你看蛋白质也有 钙 这个铁 围烂鱼丁通通都有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在入财来讲 不妨把贝类 这个纳入一个食材考量 那我请我右手边的来宾 跟素卿一起出来 今天一大堆贝类 让我大看远界 是我们瑞宗大哥 帮我们准备的 刚刚讲到 有一些台湾是养殖的 有一些是新鲜的 那我们先讲 从小吃到大的 拉阿 今天大看远界 这个很多拉阿险金 标榜是黄金鞋 可是你今天还有一种 叫做蚝拉阿 对 全黑 品种不一样 其实我们刚刚讲说 蛤蜊跟拉阿怎么分 对 怎么分 拉阿就是淡水 蛤蜊的海水 但是我这两种 他们都已经脱水了 对啊 它是淡水 吃起来甜甜看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马蹄蛤 跟黑蛤 它是淡水跟海水 交汇的地方才有的 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然后这个黄金鞋 它只有淡淡水 所以它长得比较快 所以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马蹄蛤 它蛤蜊叫红树蛤 它的那个 也是生在朝间代 就是红树林那一个 对 所以是一种生态指标 然后可是那个旁边的黑蛤 我好像很多人没看过 对 日本人相信 常吃黑蛤 有什么 对你 长生不老 越黑越健康 没错 好知音补羊 见黑就补 今天蓬勿尼亚不在 不然黑色故障 对 对 抗啦 那你这个黑蛤打哪来 台湾哪里 这台湾农民自己 养殖的 够一成功之后 在回销日本 台湾之光 你看大小红树 真的耶 现在大红树 这叫做马蹄蛤 这叫黑蛤 都是淡水跟海水交接处 日本人热爱黑蛤 黑蛤 对 台湾人的险晶都用黄金鞋 对对对对 因为生长速度比较快 然后收成比较稳定 那是一般海水的好处是 它有微量的鑫 这个鑫好男人 这医生就知道 知音补牙 对对对对 非常好用 那可是你刚刚那个马蹄蛤啊 跟这一个 这个白色叫牛奶蛤 我刚刚看了 他以为他把这个皮刷白 对我以为小时候就是拿去栓洗 用没有栓洗的是不是 不是 因为这个马蹄蛤 它是红树型 它比较薄 它那个壳是比较薄的 那那个牛奶蛤 它是很厚的 非常厚的 因为生长性不一样 那这个马蹄蛤 它这个形状大概生长大概四年左右 它很慢 这个要长四年 这个牛奶蛤呢 大概一年左右 一两年就收成了 所以差一倍以上时间 所以那个 口感也不太一样 口感不太一样 这个肉质也不太一样 所以内行的 其实各种吃法不一样 等一下问一下厨师 怎么料理怎么好吃 好 那这个是马蹄蛤 这个是牛奶蛤 对牛奶蛤 那另外 其实问一下科老大 请科老大过来这里 我觉得一般人 吃不到马蹄蛤 也吃不到牛奶蛤 然后黑咸 我今天大开眼界 第一次看到 一般人蔡奇亚超级市场 最多这种文蛤 对就是文蛤最多 很多人说文蛤 文蛤就是这个 其实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懂得挑 要不然你今天去煮一个汤 一般我们都煮汤 对 如果里面有一颗坏掉 结果汤就会坏掉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就先用眼睛来看 是 用眼睛来看 什么这样坏掉 如果说像这个 它已经开了 它已经开了 对不对 然后你碰它 它不会收回去 这就死了 我常常有时候 就买到这个 这死了 不能买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敲 比如说这个我们来对敲 随便拿一个来对敲 这两个都活对敲会怎样 很脆 它的声音是清脆的 对 那如果是有一颗死的话 它的声音是比脆的 对吧 比较空 那像焦头 对 那声音是比脆的 像这个就实实在在的 脆 然后再来就是你买回家以后 是 你买回家以后 我才去10点买 我12点买回家 要紧急让它吐沙 好 怎么紧急吐 我教各位几位 刚好那个 在斯大陆 那个赛小姐有打电话来问 是 然后上次他有问 他都会了 第一个 第一个什么 热死他 多热水吗 他会热死 我跟你讲 就是洗澡的水那么热 真的 40度有用 你不能100度 100度就煮熟 对 那洗澡水 就是我们洗澡水 那40几度那个温度 因为蛤蜊它会怎样 它会 因为它太热 蛤蜊会说 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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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一直吐沙 我跟你讲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 真的 真的 事实 它蛤蜊会说 好烫哦 好烫哦 那个要放一点冷水 他不要沾沙 对 我不要沾沙 那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咸死他 好 咸死他 平常我们放的盐水 譬如说 这一盆水的话 我们大概就一小时 对 因为它是盐水的嘛 就是让它 好像以为它还回到海里面 对 我今天就比海水更 更咸一点 三五倍 哎呦 要死我 哪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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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吐吐 强迫大家吐 所以这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要嘛 40度的 要嘛就是盐水 盐多一点 因为我等一下 水点要煮了 就是我说 瞬间让他吐沙了去 第三个就是吓死他 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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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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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够啦 真的啦 你射下去 你也没射 真的啦 为什么 你铁器进去以后 我只是比较玩笑型的 他会吓到 他会吓到 不要给我抬 没有 实际上是造成 水中的缺氧 哦 缺氧它要呼吸嘛 它要呼吸 它就一直开 一直开 就强迫不过沙 虫生有问题 稍微剪刀也可以下去 菜刀也可以下去 对 生锈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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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哦 生锈铁钉最好 生锈它那个氧化速度更快嘛 所以它缺氧的速度会更快 好 台中的黄太太要问 可以生种一起來吗 还是贴太太的照片贴在这里 贴老婆上面 但是还有第四种 因为现在都蛤蜊 它土豪山又真空包装包好了 你再拿回去打开就可以 这不用吓死它 烫死它 对不对 其实 然后第四种 第四种 第四种是什么 辣死它 辣椒也行 对啊 就辣椒拿起来 真的真的 辣椒拿起来 然后 没有 干辣椒更温和 不然你如果新鲜辣椒 就像四川口味 辣死它 结果你掉下去 他说我不怕我四川来的 它淡水盒的 你就丢一点辣椒进去 辣椒进去 因为它会改变水的状况 所以它会强迫它开合 所以一样的逻辑 对 好 那辣椒了之后 接着下来要问一下 这个攀攀 我们今天瑞宗大哥听说 特别从马祖带的蛋菜 对 行朋友空中过来 对 蛋菜 这个是养殖还是新鲜的 这是新鲜的 马祖本地有啊 对 像我 这边就是所谓的孔雀阁 大家知道去巴黎那是孔雀阁 这个是巴黎的孔雀阁 这个是巴黎的孔雀阁 对 进口的 但是它是巴黎料理很有名 但是进口的 对 蛋水没那么多 对 没那么多 那早期还有那个火的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是进口 已经没了 所以他们把它变成一半之后 用冷冻的 所以这叫清口 清口 对 那这一个就是蛋菜 对 但是表兄弟 有点不太一样 对 它长得好像 他们其实应该算都大致上 它是同一种东西 对 如果是因为在水域 跟一个养殖方法不一样 其实像这个进口的 我们可以看成进口 其实它的壳 它当然也处理过 对 可是它上面的一些浮游生物 跟一些寄生的一些贝类 比较少 那它也去掉了 那如果是新鲜的 在台湾买到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 对 我们刷洗过也是这样 刷洗过也是这样 好 那这个 接着下来问一下潘潘 是 淡菜 外面这个是它的杂质吗 是它的那个 其实是海草 然后还有它的湿竹 那所以这个也要清 对不对 对 因为它这样子 它其实这个淡菜 它火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粘在那个 石头上 对 那它才可以动 它会动 然后呢 这个我们一般现在 在一个卖场看到的 全部都已经是冷冻淡菜 这个就是熟冻的 对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冷冻淡菜的部分 其实 它有的颜色不一样 对 对 颜色会不一样 那颜色不一样呢 据我所知是吃东西不一样 还有就是 食物不一样 对 就是跟肤色 环境不一样 那一般呢 它这个是双 应该说双背 双肌 什么时候在这边 它有这个肌肉 跟我们那个背注一样 那这边夹 这个壳这边夹一个 另外那边还夹一个 所以它跟其他的种类是不一样 一个单肌的 那通常我们拿回去呢 先打它这个打开 你会发现它这里面 有一个口气 对 这是口气的部分 它吐沙用的 好 那除了这口气之外呢 有的就是会有 我看一下 有的它就是我那个施足 好我们来看 什么叫施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活的淡菜 这是活的淡菜 它其实会动 我通常 对 它是活的 你这样一直动它 它其实它等一下就合起来 它就会缩起来 这是活的淡菜 活的淡菜回去 它 如果你硬要开它 你就必须要拿很像生蚝刀 那种 大家如果去外面有吃生蚝刀 对 比较好开 那你千万千万不要拿刀子 真的不能这样开喔 千万千万不要拿刀子 除非你很强 这个刀子要厚 它这个开 它从这边下面这样打开 好 可是 我不建议大家做 因为它的这个壳是很薄的 很薄的 它除了容易溢碎之外 它是很特别的力 所以通常 这个火的淡菜回去 我都会把它烫过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肝糖 如果我一个营养 比较缺乏的人 他会觉得比较容易恢复 你这个蛤蜊或是眼睛里面 对男生特别好 不是光只有心 因为它的蛋白质 我们在蛋白质来讲 行程对这个筋的活动也是相当有帮助 对女生也是很大的帮助 这个火的淡菜回去我都会把它烫过 烫过时候 先烫过水煮过 对 先水煮过 烫多久 我到时候丢下去的时候 它会打开 嘴巴会打开 就要拿起来了 火的千万不要烫太久 因为它非常的干 对 烫太久会老了 对 它吃起来很硬 所以千万不要烫太久 好了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简单把 好 所以这一个是烫过是不是 对 这是烫过的 我们稍微把它剥一下 剥一下呢 旁边这两边有那个鸡肉 对不对 对 你如果烫比较久 它是非常容易扒开的 那我现在故意扒大力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边有 背注 对 它背注 它两边都有 那你可以拿这个小刀 这样简单化一下 就像人家取咬住的概念 OK 它这样取开之后呢 其实它就跟这个 长了一模一样了 就可以吃了 对 它就可以吃了 好 那你烫之前 你旁边这些都不处理吗 旁边要 旁边我们大概稍微 这样简单的把它清一清就好 我挑一个 对啊 私足到底在哪里 对啊 这怎么都被拔得这么干净 因为我们都会担心旁边这一类 会不会有寄生虫或者脏东西 对啊 因为这很容易卡住 一般我们都会剪掉 就剪掉了 用剪刀把它剪干净 对 用剪刀把它剪掉 也比较卖相比较好 真的 来看一下 好 这个也是我们事先探过的 对 它事先探过了 那你拨的时候呢 它有两边 对 一边这边比较厚的这边 你一定要小心 你从这边它有跑 人家一般讲毛 哇 被我拔起来了 好 为什么拔起来会怎样 拔起来我就没办法解释 它其实这个地方 它是长在这边 有看到吗 这个肉这里 它这里有个洞 它原本这个丝竹 它是黏在这个洞里头 它是长在这里 它会长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是我们不吃的 所以拔起来也OK 所以我们要把它拔起来 这一定要把它拔起来 那这个像这一条 这个里头 就是蛋菜的口气 口气的部分 有一些人会把它拿起来 那像我本身是觉得它 其实就像蛤蟆的口气一样 我就没有把它拔掉 还是有口感 还是会有口感 它就是脆脆的 比较粗一点 口感没那么好 这边就是脆脆的 对 好 那我们今天难得有这么多贝类的海鲜 这个科老大事先也做了这个 对对对 给大家试试一下 用盐浸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都开了 这样照得到吗 等一下 这汤汁啊 汤汁啊 对对对 一定要看一下 所以这个可以直接这样试吃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来我们先来试吃 小心烫 这个很烫 直接这样子 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是肉在上面 对 肉在上面 然后汤汁在下面 这个肉一定会在上面 OK 那你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你会让它翘起来的时候 都刚好是 不是不是 因为它趴热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怎么摆它会刚刚好这样 你怎么摆它会刚刚好这样 它都会翻面吗 对 你怎么摆它 它本来是黏在一起 是 它一张开的时候 因为它底下热嘛 它往上躲 哦 所以 所以怎么样都是肉在上面 很鲜 除非它已经熟透的掉下来 哦 这汤好鲜哦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牛奶格嘛 对对对 牛奶格 这口就比较厚 好喝 我跟你讲 这里面 说实在 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好吃 就是牛奶格 一般吃这种东西 尤其像潘文响他们做西餐 它是提供鲜味最好的一个东西 真的 我们去做水波鱼 你以为那个鱼肉这么好吃吗 鱼肉只是提供它嫩的 它的鲜味是旁边丢两颗蛤蜊的 哦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都没有问个问题 为什么淡菜会叫淡菜呢 对 其实淡菜其实它 早时候 古时候的人他会把它封干 然后拿它去当一些调味料做使用 那完完全全人在封干的过程 通常我们都要加一些盐巴 这才会腌制它嘛 可是淡菜完全不用 但是因为完完全全人都没有经过一个加盐封干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这个淡菜取代盐巴一个鲜度 所以它叫淡菜 对 这个淡菜的汤好鲜哦 真的哦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今天的淡菜一定很甜 那是因为它是活的 它是新鲜的 鲜度又不一样哦 很赞耶 几全吃蛋菜都觉得它干干的 因为都在意大利餐厅吃到有的很腥 对 然后都要加很多酒 可是只要是这个活的 鲜度刚刚好 鲜度绝对非常非常的棒 这很赞 一般你们在餐厅吃得到的 大概就是这种熟动的 对 所以它的鲜味都没有 就要靠其他的味道给它 它就是一个形状很好看这样给你而已 非常的鲜 但是记得绝对不要烫太久 如果你是买到火的回去 像我们刚刚这个 其实也已经是烫过之后 我们再去做处理 对不对 如果我刚刚大概烫了 它开了我就把它处理了 所以你在说延局 或者是经过在烧烤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它的那个水分 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 我再这样滴一下 你看水分还非常非常的多 不要浪漫 我也不会浪漫 有重阳的 那年纪比较大的 来真的献给你 对我还很年轻 保肝一下 而且他刚才说 虽然说不要烫太久 但是还是要熟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台湾的部分海域 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什么海洋胡菌 对对对对 那很麻烦的东西就是 之前有一个人 他可能没有注意 他就吃了那个生的贝壳 就吃了之后 他回家觉得很怪 开始吞东西有点困难 然后呼吸不舒服 他本来以为说是不是中风 送去医院才发现不是 他就是被海洋胡菌感染 造成他一些那种水脑的症状 因为他脑出血脑炎 所以很严重 进去医生还特别就是 从那种胸腔 帮他把那个脑液弄 让他不要泄压 然后才救回来 所以又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潘伟强刚刚有讲 对 你这个壳不要硬去剥它 因为它这样受伤也会 它碎掉它很利 对 万里有海洋胡菌感染很危险 而且大家千万记得要熟食 好 谢谢我们来宾 谢谢 好 接下来 这个科老大 我们今天现场有蚝拉 还有黄金蜆 刚好蚝拉 你要分享健康好料理 其实我们大家平常 做什么蜆筋 用电锅 然后有没有 一个碗倒扣在那边 然后隔水蒸 然后那个碗拿出来 就是那碗蜆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其实就是你用一个锅子 直接把它蒸煮 连水都不用加 待会来喝蜆筋 但是你一定要加蒜头 取芯 其实一个是去芯 因为南部人煮辣汤 一定要放蒜头 但是这个蒜头 就是夏天补充元气 其实在日本 日本有些人 加黑蒜头 我也常去日本 他一定要配蒜头 我们先打个岔 老大 你的蒜头也没有剥剥 没有剥皮 然后你就这样子大量直接下 对 等一下那个喇叭都没在吃的 都喝那个汤 是 你也不加水 就这样子除下 不加水 然后干烹 盖起来然后干烹 而且你不要放任何调味料 如果你最多就是放个清酒 其他都不要放 另外一个我来做 以前我阿嬷时候帮我带便当的菜 你阿嬷的菜 阿嬷的招牌菜 叫做什么 这喔 豆酱辣 豆酱辣 什么叫豆酱 豆酱 豆酱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黄豆酱 所以以前人家穷 有钱人吃蛤蟆 没有钱 摸蟆跟蟹蟆 蟆蟆不用钱 所以都用蟆 蟆就是因为 就是一直在吃蟆 所以他们就把蟆肉挖下来 所以现在还有一些 那个专门卖蛤蟆的摊位 就你可以让我买蟆蟆 但现在比较贵 就变成这样子蟆蟆 对对对 他只有卖蟆蟆而已 他帮你挖好了 那克朗大帝 你这碗蟆蟆是怎么做的 一样就是 蒸熟嘛 然后留下汤汁跟肉 肉挖出来 然后倒一点汤过去 对对对 一样的意思 准备一碗蟆蟆 所以你那个黑咸 有没有 一样的意思 你们把那个精华喝掉了 剩下肉给你 剩下肉给你 我喝汤就要你吃肉 好 然后做这个 其实就是 因为以前 比较散 所以 绞肉 对就是肉 肉会放 就是放的量就是 没有那么多 就蟆蟆放很多 那我们先炒香绞肉 对对对 我现在是没有放油 我先大概炒一下 先把那个绞肉先 让它炒一下 好 老大你这个古早味 就可以拌拌拌面 非常下饭下面吃 非常好吃 你就把它当成 蟆蟆放的那个肉罩 一样的意思 蟆蟆 就是万用的 对台湾来讲是万用的 其实你知道古早人 为什么喜欢用这个蟆蟆 就是来当做 比如说一家人 因为当时物质比较缺乏之外 就是请进河边捞 就有了之外 那它其实蟆蟆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肝糖 肝糖 海鲜里面 贝类的肝糖是比较多的 那贝类里面有 它的肝糖是最多的 那肝糖你想想 我们身体肝糖在哪里 肝糖就存在肝脏里面 肝脏就是说 当我们能量缺乏 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 肝脏会把肝糖放出来 让我们有足够的 这个糖的来源 可以去做身体的能量使用 所以当你补充肝糖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如果我一个营养 比较缺乏的人 他会觉得比较容易恢复疲 就不会 整天工作回来很累 吃这个就是除了有蛋白质 然后它有八种氨基酸身 你可以利用之外 它刚好有肝糖又补充上来 所以古人就会觉得这个是 如果做得很疲累 一天回来吃这个就很不错 好 靠到泥草香的角落 放了蒜片 对 放了蒜头 放了蒜头进去 蒜头进来爆香 好 蒜头进来爆香 好香喔 好 然后香气都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豆醬放进去 这个大概一尺的量 这个大概 如果以大匙来讲 那三大匙 好 这个放的量比较多 嗯 然后呢 因为这个豆醬它的那个咸味 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会放一点那个酱油 但是放不多 这个大概就是 一点点 二分之一大匙的那个酱油 而且这样肉也会有 一点酱色跟滋味 对 对 然后糖进来 好 糖大概就是二分之一大匙左右 好 所以先把绞肉跟豆醬炒香 对 因为这个喇叭熄了嘛 对 所以不用那么早 不用那么早放 然后酒 酒是米酒嘛 米酒 米酒 然后喇叭进来 哇 这个拌饭拌面一定好吃 对 那我们稍微煮一下它 那老大你都没有关心哪一国险金 不要关心它 你不需要去关心它 你等一下 你会看到那个 我怎么判断 那个 它在冒水蒸漆啊 你过来 你看水蒸汽出来 是是 我刚刚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 对不对 而且它起泡泡起泡泡 对对对 所以这样 我们火可以让它小一点 对 然后继续炖 你就不用管它 这一锅煮好这一锅也好 好 那这个就是天然的险金嘛 我们家苏青 险在台湾真的很卖 我刚刚讲 台湾那种有两种金的保健品 非常卖 一个鸡金 一个险金 阿嬷从小就迷信鸡汤 所以大家就觉得鸡金特别营养 那险金也一样啊 传统的民俗觉得好像险金 顾肝 不过外头买的保健品的险金 到底顾不顾肝 是要打上问号 但是重点是说 因为外头的保健品 有一些它有去申请健康食品的认证 那他们申请健康食品认证 里面有关于护肝相关的功能 他们通常都是以我们所谓 针对化学性肝病变 就是他们用那个四域化碳 去让老鼠产生化学性肝病变之后 我用这个险金 就发现有保护的功能 所以大家就推广 觉得说那我喝酒造成肝病变 或我B型肝炎病 如果肝病变是不是有用 其实这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 那你如果日常生活饮食当作保养 不错 但你已经有逼肝了 或者是你的酒精性肝病变 你光靠这个来做是不可能的 就它是一个营养品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它可以治肝病 对 好 其实我还要补充一点 有时候险金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 对 痛风的人吃明天就会会吃 因为它普通非常高的 我没有痛风我可以吃 我感觉你那个黑咸吃的会精力百倍 对 等一下先这个 好 这个好了 我把那个蒜苗放进来 稍微给它拌一下 看起来好可口 好下饭 稍微给它拌一下 其实 这样就好了 也没有什么其他调味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再来开这一锅 好 哦 我觉得这个一定 汤汁也很下饭 拌饭 超好吃的 其实它有它特别的 那个萊苗的那个鲜 在那边 萊苗加肉就是鲜 对 而且虽然你说 萊苗是 早年是不值钱的食物 可是回家看到妈妈 弄了一大堆萊苗 那就觉得她在家拨很久 就觉得很感动 对 很感人 真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很感人的 黑咸 来来来 哇 完全没有加水的 那个全开了 你看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哇 好不错 到这个拉吧 也太好吃了 这个 我们这个用法 可以跟我们一般做肉燥饭 或乳酪饭的用法 一样这样吃 可是整个那个营养的组成 是完全差异非常大的 因为如果你吃肉燥饭 它就只有猪肉 就是一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动物性的油脂 再加上可能油葱或什么 可是你看这个 我们光蛋白质来源 就分有红肉的有白肉的 那因为我们家有白肉这个 所以我们整个你看 它饱和脂肪的含量 就会低很多 因为你知道这个 饱腊里面是几乎 没有什么脂肪的 所以第一个 它就降低我们的 所谓的 饱和脂肪摄取量 第二个你看 又加入这个蒜之后 整个跟一般的 这个肉包饭 比起来又差很多 因为纤维量要增加 重点是这样子 吃起来混合感 是那种山珍海味的感觉 对 那我们刚刚这一个 科老大的这一个险金 也非常的鲜美 对 其实这个我们在台湾的 国科会研究计划 做过这个研究 大概2006年 其实我们科老大讲说 这个险金 这个浓缩汤也很营养 对不对 可是其实它里面 营养大概是10% 我们原来的喇叭 还是不能丢掉 还是90%在那里面 那当然我们讲说 里面呢 我们国科会计划 是做什么东西呢 做这个三高 三高来讲的话 它发现它里面有一种 这个生态 一种蛋白质的水解物 它居然可以降血压 因为它类似我们 我们在医生用的 降血压 也会叫做ACE的抑制剂 它有类似那个东西 那小老鼠来讲 它收缩量 可以降低平均 而且它们在这个三高 三高来讲 我们讲就是 胆固醇跟三川钢油脂 那三川钢油脂 可以降的将近40% 胆固醇将近15% 然后还有蛮妙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 它因为它有一些 这个抑制这个糖分 这个水解的一些酵素 结果居然可以延缓 血中糖分的上升 所以在我们国科会计划 研究的发现 确实在这个 咸金的汤里面 包括咸肉里面的萃取物 对于三高是有些帮助的 那我觉得 柯老大臣做法来讲 不要忘记 蒜头一定要 那我刚刚是很好奇 因为柯老大很帅心 就把全部的蒜丢进去 对那要是我 我比较古摸点 会把外面蒜皮弄干净 不过刚刚吃起来的味道 确实我是觉得 那个蒜香还是有进得去 对 真的很棒的一个做法 而且柯拉好甜美 很甜 真的有咸味 可是很甜美 我好佩服我们的这个养殖户 这个非常强势 你知道这吃起来 其实我必须说 因为我们蒸的时间没有很久 所以老实说 如果它腥味重的话 这个时间点蒜是盖不过去的 可是你知道它完全不腥 它没有一点腥的感觉 然后因为它是养殖在 主要是淡水 海淡 所以它呢 不会太咸 所以你吃起来就是 甜跟鲜而已 超强的 但是万华的柯先生 这个吃没有肉 可以吃文革嘛 对不对 文革 文革就吃得到了 好 文革 这个最近文革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因为一个日本的电视剧 就是那个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那个蛤蜊 蛤蜊就可以煮酒 有没有 酒蒸蛤蜊 我现在来教大家 就做这个酒蒸蛤蜊 好 很简单 但是非常好吃 我们这时候 背来来讲 营养素真的非常高 可是尿酸 这个普林类 这个非常高 我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强调 这个鲜精 对于这个 因为它的蛋白质非常好 那特别要小心 你是肿瘤的病人 绝对不要把他以为 说可以护肝 连肝癌都可以处理掉 蛤蜊这个 台湾另外养殖业发达 常常一斤 六七十块 七八十块就有了 所以这个就会很加长 CP值很高很平价 是的 然后呢 记得 放一点油 干辣椒 我今天放的是干辣椒 因为干辣椒它比较柔的辣 它不像那个新鲜辣椒 比较刺激 但是这个还是要有点辣给它 好 你们都吃辣吧 吃 那全放了 好 干辣椒 然后蒜头 蒜头 所以辣椒自己掌握 看喜不喜欢 蒜头呢 我们这种爱吃蒜的 你看我蒜头 都满满的 全下全下 而且刘医师说 蒜头吃越多 越抗来抗老化 越健康 没错 蒜精非常好 五十二岁的柯先生很适合 对 旺华那一个 好 旺华的柯先生 今天正在炒蒜头跟辣椒 对 然后呢 这个蒜头 这个油还有 你看得到那个油 已经变有一点微黄微红的 有没有 我都闻到蒜香的辣香 对对对对 这样才叫爆香 对 然后 卡尔道你现在是进蛤蜊 你如果炒意大利面 你感觉也很合理 对对 我跟你讲 因为你刚刚那个蒜香跟辣椒香 也很像 大蒜辣椒意大利面 你会我们拍帅哥 我最喜欢就是蒜头辣椒面 蒜片辣椒面 你如果喜欢吃意大利面 就喜欢吃青草 我跟你讲 这个面 这个面真的是考验功夫 对对 因为只有蒜头跟辣椒 只有面跟橄榄油 你的技术不好的话 对 你不可能可以做出很好的 所以大蒜辣椒面 是意大利的阳春面 对 对 有考验功夫 好 然后 蛤蜊放进去以后 清酒先来一点 好 一定要清酒吗 我们做日本菜 是 对 如果做台湾菜 我们就用米酒 没有啊 台南的王太太问说 他仓库里头刚好有米酒 用米酒替代OK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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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酒啦 好 等他开 蛤蜊下 那问一下刘医师 蛤蜊跟辣椒 营养价值 应该大致雷同吧 对 差不多 他们热量都很低 有的时候我们大概一百克里面 他这个热量只有大概六十 六十大卡 我特别强调一个中文 我们一般讲护肝护肝 那我真的碰到一个案例 那有点麻烦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 因为是疲倦 黄蛋去诊断是肝癌 那肝癌之后 他大概才那个大概是两公分 可是他居然误信说 险经可以治疗肝癌 因为他认为说可以治疗肝病 那那时候我强力建议他们家属 一定要去看医生 可能要做手术 可是他不听我的话 他就像每天他弄险经 弄一大喝 喝了一月之后 他居然他认为 他的GBT有下来了 就肝功能组下来了 我说可是那不是问题 那是肝功能的 他的肝发炎 可是不代表肿瘤 后来他大概就是这样 弄了在三个月 结果他的肝癌就变大 最后转移 我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应该强调这个险经 对于这个因为他的蛋白质非常好 那特别要小心 你是肿瘤的病人 绝对不要把他以为是可以护肝 连肝癌都可以处理掉 第二个来讲 刚刚克劳斯先生讲过一个 因为这个普林还蛮高的 所以你有肝功能不好 肾功能不好 尿酸的这个比较高 或者痛风的病人 吃这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在肾功能不好的话 肝功能不好的话 你蛋白质太高 我们身体里面这个 我们这个含氮的废物 没法排泄掉 觉得会有一些风险 好 所以这几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 尤其碰风的人 对 对 很危险 我这个差不多开了 好 差不多开的时候 最后还有一个动作 好香喔 而且我发现 跟刚刚那个险境一样 都会起泡泡 然后啵啵啵啵 那这个因为我刚刚有清酒进去 对 很香 所以它的那个味道不一样 对 那因为这是给那种喝酒的人醒酒 所以今天的酒要醒的话 还是要加点酒进去 这什么鬼逻辑啊 你这是还魂酒的意思吗 对啊 以毒攻毒 以酒攻酒这样吗 还魂酒 不过你要知道 他们以前如果说要治疗那种 假酒 假全中毒的人 真的就是要给他蒸的酒 然后呢 最重要就是这一块 因为我这个放了两包 两包的那个蛤蜊 所以最后就是要这一块进去 奶油啊 对 一定要奶油 一定要奶油 然后呢 跟葱花 葱 大量的葱 葱 一堆一堆葱 我讲这还可以致感冒 我上次不是讲那个雷鸡辣面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葱拉面的意思一样 葱拉面 然后稍微给那个 拌一拌 拌一拌 刚好蛤蜊也都开了 对 然后这个只要奶油一融化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我们这个日式酒蒸蛤蜊 真的鲜美好吃 那我觉得这一般人复制得出来又简单 我觉得他这个因为他是要做 就像刚才柯老大讲 是要拌饭用的 所以可以发现柯老大在料理的时候 不仅没有用到盐 而且他连最后日本以后用的酱油都没有 对对 所以他其实他整个汤里面的味道 就只有来自于蛤蜊他自己 所以他就是 还有那个葱花 葱花的鲜 所以整道菜就不会有 因为一般你会发现 因为蛤蜊自己本身 他其实就有他的咸味 可是柯老大料理起来 他不会像蛤蜊的料理通常有过咸的问题 他完全没有 那搭配上他这干辣椒跟他这个青葱 整体来讲 就从本来的偏心的料理 变成比较清的 比较淡的 然后配合这个饭 就非常很 配上饭非常下饭 对 大家可以试试看 而且这个刘医师蛤蜊 里头富含着鲜 铁 锡 这一些微量元素 对现代人也都非常棒 对对对 其实微量元素是我们现在也是研究的话题 常常我们在这帮病人做检测 很多的微量元素不够 譬如说我讲鲜来讲的话 不要说我讲成人 小朋友来讲 他们异胃性疲异严重 我们把他研心都普遍不足 那当然克老大一直强调 这个对男生有帮 对女生也是很大的帮助 心这个元素来讲 在我们这个细胞里面的 这个DNA基因 它要分裂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心 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没有心这个元素的话 我们会老化特别快 那为什么男人特别强调有心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精子形成过程当中 心这个元素可以驱动 我们精子尾巴的活动力 但是我们常讲说 你这个蛤蜊或血精里面 对男生特别好 不是光只有心 因为它的蛋白质 我们在蛋白质来讲 形成对这个精子活动 也是相当有帮助 不过我整个来讲的话 我还是提醒大家 我们在做这种文蛤蛤蜊 这方面的料理的时候 酒精如果说 假设你肝功能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在酒精加上去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酒加上去的话 如果它不够完全的话 酒精你本来护肝 结果肝脏这个功能 反而是有点问题的 我就有一个病人 他是 他喜欢用文蛤 用蛤蜊去做这些料理 但他跟我讲 他就说 我这个酒下去的时候 我本来是把它这个 好像去腥 后来我那时候 加一堆酒下去 刚扣了他这样做法 但是我马上起锅的时候 他酒精没有灰花掉 结果他肝功能 脂肪肝还是越吃越严重 所以要稍微控制一下 对 好 那接下来 潘潘也要分享 一个起司焗香蒜淡菜 对 今天就是利用家里很常见的调味料 然后来做一个简单的焗烤蛋菜 因为大部分呢 我们在西餐厅里面吃到 就是白酱 青酱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只用两种酱 就只用了辣椒酱 然后呢跟蚝油 然后配上一些蔬菜 中式的焗烤 对 做一个中式 然后这个中式的调味料 但是它跟起司做一个配搭 那首先呢我们就教大家说 如果万一你在市场上买到 买不到新鲜的 因为新鲜其实不好买 大家要从马祖订 一定要都是这种熟冻的 那熟冻怎么处理 我们回到家呢我们就一样 先准备一锅热水 然后我们就准备点葱姜蒜 或者一些皮啊有都去下来的 我们就把它这样稍微煮一下 煮个葱姜水 让它滚一下 那要去腥 所以呢还是要丢一点点的米酒 一般来讲啊这个淡菜 我们如果在电商节目上 看到什么宜贝啊孔雀格 清口都是指这个东西 对 那这个淡菜买回去呢 尤其是这个冷冻 它一定不会帮你去掉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它的一个失足的部分 因为这很明显 那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把它拔掉 所以我买这个水煮过的熟食 也应该做这个前制作业的处理 对 它一定必须做这样一个动作 就把它处理掉 好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肉 把它剥下来 可是我们要先烫 烫完再来剥它 好 我们现在水滚 我们就把它丢下来 我们来示范一下水滚的时候 稍微汆烫30秒就够了 稍微汆烫一下对 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们只是让它 稍微去一下它里面的一些 因为它这个冻的时候 去一下杂质 对 它去一些杂质 所以其实烫过之后 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表面 其实会比较亮 对 比较不会说 有的人会直接那个standard 就拿它去煮 煮面或干嘛 可是我觉得它很腥 所以我一定还是会做 精油这样一个动作来做的话 我们这样把它淡菜吃起来 有点汆烫 有点去腥 也有一点点去杂质 可是因为它已经是水煮过的 所以也不能烫太久 不能烫太久 对 它这样吃起来味道也是比较好 现在冷水冰镇 对 冷水才把它冰镇 那因为我不想要浪费那个碗 所以我就直接用冷水这样把它稍微冲一下 冲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的淡菜的部分 我们就要把它取肉取下来 好 我们要把它的肉取出来 对 那这个我刚教过大家最快的方法 就是用两片 好 那彼此去刮一下它 把它刮下来就可以了 好 对 把它刮下来 好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盘子 那刮下来呢 我们稍微要进烤香烤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刮它一下 对 我们就稍微这样 你可以一颗一颗把它刮下来 这样把它放着 对 这样一颗一颗把它放着 那如果呢 我们现在方式就是 你也可以把酱放在下面 你也可以把酱淋在上面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酱放在下面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快速的酱 好 我把这移过来 基本上呢 这个是那个辣椒油 好 辣椒油 辣椒油 大概就是1比1比1就可以了 好 那看自己喜欢的辣度 这大概两汤匙 对 两汤匙左右 好 那因为我今天做的是稍微有点偏辣 好 OK 所以是加蠔油 好 加蠔油 对 蠔油 好 再一点点 这是米酒 好 米酒 好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酱 它会让这个我们的宜备 让它的那个 怎么讲 把它扒住了 扒住它的味道 所以这酱不要太稀 好 太稀了它等一下就不好吃了 好 好 这酱皮子你用五味酱也可以 好 就这样把它放着 欸 酱在这一个一倍 当做容器放下面 然后呢 直接再把这个 我们的淡菜的肉再铺上去 然后在上面再放起司 这样就可以 然后这样可以去做焗烤 这是一种方法 好 然后其他的呢 其实我们像我们今天准备的 我要吃新鲜的 对 像这个新鲜的 我们可以准备一点这个 像我们的小黄瓜丁 小黄瓜丁就把它丢进来 好 然后我们有一些黄椒丁 让我们的酱比较健康一点 对 而且浓度也没那么重 对 口味也没那么重 把它丢进来 好 那我们有一点点的蒜末 好 蒜末 这是我们的蒜末 我们就把蒜末丢进来 所以我们红椒 黄椒 然后跟这个小黄瓜切丁 对 然后跟蒜末 跟我们的酱料搅拌均匀 对 这是美丽版的 这是比较可爱 这是台版沙沙酱 这是书音姐最喜欢的 对 这是有没有 碎碎响的 碎碎醬 对 都把它切碎就好了 好 台版沙沙酱 对 这样子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配的这个淡菜 它基本上这样已经可以一起吃了 所以要吃凉爽版的也可以这样吃 这样也可以吃清爽版 然后要清爽版的上面再加 对 然后淋上一点点柠檬汁 要不要请主持人先吃吃看 好 来 这感觉就会很好吃这样子 对 酱 可以吃 OK 口感非常好 那这样子呢同样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做两个口味 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 好的这个淡菜 我们一样铺上一点点的这个酱汁 再撒上一点起司 我们做一下焗烤就可以了 对 其实它很方便 那因为淡菜啊 大家都喜欢这样子一口一口吃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一定要先把这个肉 把它先挑下来 这样吸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麻烦 对 好 撒上一点起司 我们等一下做焗烤 那挑蛋菜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到那个 一看到像有的这个 有的壳一看到如果就破掉了 那就不要买了 那一种大部分都是冰肠比较久的 好 放上一点起司 可是主持人深深觉得 刚刚吃的蛤蜊跟辣啊 比较鲜美 真的 贝类还是吃新鲜好吃 就是说进口出来 或者它实际上在加工处理过的 其实它真的口感有差 口味都会少一半 这个就是说你去产地的地方 去吃那个产地的东西最好 吃当地 对 那当不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进烤箱 让它烤一下 烤到表面的一个起司融化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烤它等它一下 等它一下 好 攀我们这个在烤箱烤个两三分钟 起司把它融化就OK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状况是怎么样 它这样只要去融化 很香耶 其实它这个酱啊 完完全全都可以做个party food 这完全不同的这个感觉 对 刚刚我试吃那个很台菜很五味这样 然后现在呢 就感觉是很意识风味西餐风味 对 但是呢 这时候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像我做这个动作 因为壳非常的烫 所以你要拿夹子 或是那个汤匙 又简单又漂亮 嗯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 潘潘用的这个做法有一个好处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买一些那个 如果是那个刚才是熟食 然后冷冻 煮熟冷冻这些 就是会有太干的感觉 那潘潘就加上它这些碎碎酱 就是它的沙沙酱啊 除了调味之外 其实经过焗烤之后 这些沙沙酱出的汁也刚刚好 可以让它那种干涩的感觉不见 補水 对 就補水 而且其实这样一般的焗烤 我们都运用很多什么奶酱 青酱 红酱很多 那不用我们只要有辣椒酱 只要有点点蚝油 然后做一点调味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所以你看它整个不会干涩 然后它的水分非常充足 然后它的那个起司 其实加的很少 因为我觉得台湾民众很妙 你喜欢那种东西上面起司 远多于馅料 其实你除了吃到起司的 咸味跟油味 还吃到什么 就没有 其实就一点点就好了 再一点点出来之后 你就觉得它其实不会腻 然后水分很充足 然后那个蔬菜还有脆脆的感觉 因为没有烤很久 蔬菜也出水了 补水 然后补水 然后吃起来就非常好吃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孔雀蛤 它里面还有我们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从险到蛤 到我们这个孔雀蛤 它们都一样 都有一些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 那其中呢 它除了不饱和脂肪酸之外 它们之前香港的研究发现 它那个萃取物 它有一些抗发炎的性质 所以你知道它们最近想要做什么 就是把它拿来 有些人是不明原因 可能关节疼痛 因为发炎嘛 它就莫名这样会痛 所以想说 有没有可能用这个去萃取一些 可以抗发炎的成分 那最后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对 我还是特别提醒一下 我们这时候贝类来讲 营养素真的非常高 可是尿酸 这个普林类这个非常高 如果你今天吃了这么多贝类 咸精喝下去之后 再配杯啤酒 像科老大 那可能有时候要小心痛痛话 你就想骂 你就想骂克先生 第二个来讲 就是我们在海鲜贝类里面 这个细菌还是蛮多的 有些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海洋胡菌等等 那曾经就有案例 就是因为我们他有这个干硬化 吃到这些不新鲜的 就海洋胡菌进去 结果他的这个手 突然就痛起来了 后来整个是坏食性肌膜炎 各位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坏食性肌膜炎 他的心肌在整个的 我组织里面肩膜 一直坏上去 医生必须要做什么手术 把整个手这样切开 然后换药 对 坏食性肌膜炎 是我们最怕的事情 或者他们有些去采这个贝类 海鲜 虾子 螃蟹 绞油 伤口 一路坏上去 严重的坏食性肌膜是要节肢的 所以特别要小心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所谓海鲜肺类来讲 如果死掉了 尽量不要吃 它的细菌的问题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如果有过敏的话 还是很多人对这个贝类会过敏 过敏来讲 可能是对新鲜贝类的蛋白质 或者是这个死掉的贝类 它已经坏死掉 产生的主生过敏 所以都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谢谢刘医师的丁玲 也谢谢我们今天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